在比比东的成长过程中 他压制99一个千道流 甚至唐浩见到比比东时也心中忌惮 也就是因为比比东拥有五张强大无比的底牌 第一张双生五魂 比比东比普通的封号斗罗 就要多出一半的魂环数量和魂级数量 魂力魂厚程度方面要远超超人 再加上比别人多出九次魂环的强化和增幅 比比东在身体的基础性 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唐浩和千道流等人 第二张十万年魂环 十万年魂环在多罗大陆中出现的非常少 第一次出现都会引起魂世界的轰动 但是比比东作为五魂力的笑话 有权力也有能力 所以他运用超过三个十万年红色魂环 这十个十万年红色魂环已经远远超过了唐浩和千道流 所以在比比东的魂力同样达到99级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压制住千道流 第三张罗沙神传承 比比东在凡城罗沙神的神位时 也同样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这是他的一张想大底牌 也是他最终成神阶梯 在这五张强大底牌的帮助之下 比比东的实力在整个多罗大陆上 也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最终才能够击杀唐三 因为比比东的所有能力中 最实用的是哪一种呢